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第二次 很多人说这是为了大内宣 为了让他们的民族情绪 爱国情绪能够更高昂 但有人说不要小看影片 影片可能藏着攻台密码 藏着什么样攻台密码呢 大家看了半天之后说 会不会是要对台湾进行潜艇攻防战 不过我觉得他现在大外宣 下一个应该大概就是陆军部队 也会来拍一下 不过你看他这一次 因为他潜艇兵版里面 他其实一样 他其实内容都差不多 但差别是什么呢 你知道画面上面这个 他一样又缩手 他每天都要整个带弹 可是这个影片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台湾曾经讨论过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海军的潜艇 跟台湾的潜艇 虽然我们现在那个艘数很少 可是我们在海面作战的 海军作战的状态之下 我们有没有办法互相去作为制衡 我给各位看这个照片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发现到 就官方的正式数据曾经提过说 台湾周边海域有16个 所谓的伏极区 其中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伏极区 大概第一个是从淡水河口 一直到秀谷南西 这个是在东部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在东南部的部分 也就是从绿岛这个地方 一直到马公港的这个地方 各有八个伏极区 你会讲说台湾海峡 为什么没有 我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你看这个地图 你就会发现到 台湾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地区 最怕的就是什么你知道 你的制空权如果被掌握 你的制海权如果都被掌握 台湾就被封锁了 伏极区的概念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如果今天老共 他找到这几个伏极区之后 我只要守在那个地方 台湾的海空资源全部都进不来 台湾变孤岛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 这个所谓伏极区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再从这个土造进来 回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我们在东部的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大平原的一个地形 而且水深都在3000公尺以上 所以它如果大型的船 潜水艇 其实它水深是够的 是够的 你如果老共他从这个地方 一出去之后 从这个地方一出去之后 其实连老美都找不到 所以我们在伏极区的概念里面 就曾经有作为想定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地方 我把我的潜艇 部署在这个地方 或我透过盟军的方式 把潜艇部署在这 这个部署的概念 当然不是在 你看如果它是一个 大平原的状况之下 我要躲到哪去 你不是 所以它伏极点的选择 它必须可能要有海沟的地形 方便我的潜艇藏匿 方便我可以在这边作为运动 所以这个其实是 为什么这次我们看到 它那个潜艇兵的时候 他其实要特别去注意到的是 老共在最近这几年里面 他一直告诉你说 他的潜艇也不断的在发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就跟你做宣传 宣传又来 告诉你说他有什么 鱼六鱼雷 鱼石鱼雷 说真的 其实鱼雷的概念是这样 很简单 第一个就打潜艦 这个你大概可以理解 第二个打什么 打水面的船只 他就告诉你讲说 他这个鱼雷功效很好或怎样 可是我跟你讲 有时候宣传归宣传 为什么呢 因为在越南 曾经捡到过这个东西 越南当时捡到这个东西 捡过鱼六 捡到他们的鱼六 后来老共的说法 因为他上面有批号 你知道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到有那个数字 他们就发现是老共的批号 老共就说 没有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训练用的鱼雷 但是你怎么飘飘到越南那边去 这是另外一件事 但老共会跟你讲说 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鱼石的鱼雷 那他是讲说 他的鱼石鱼雷 那可能会比较准一点 他就飘去越南 你的鱼石是怎么来的 据说他们捡到一个MK48 中型鱼雷 美军的 然后把他回去公平你知道 立下工程 对… 然后他又讲说 我告诉你我的鱼雷很厉害 为什么 他说我有光纤传导 还可以尾流涡旋 大家就说 好像这么复杂 你知道吗 其实也没有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好 你用这张图片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鱼雷打出去 后面这个是潜地的 你有发现中间有个什么东西 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 我们现在再怎么样先进的 这个鱼雷里面基本上都用线船 就是它有一条线 你后面砍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很简单 因为怕被干扰 你如果用无线电讯要怕被干扰 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 他只是把这条导线 变成光纤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我走尾流 是因为我们 比如说我如果是潜艇的话 我螺旋桨在后面砍你知道吗 不是有一些气泡 那这个气泡出来的时候 他就透过这个去干扰 去辨识 你会听到说 老公这么厉害 什么东西都有鱼雷 你觉得我们台湾有跟吃财吗 没有 我跟他讲就是说 我们如果就所谓的潜艇的 这个数量来讲 我可能没办法跟老公比 是 可是我有别的东西 我有空中 空中大家最有概念就是什么 就反潜机 反潜机大家都有一个干 P3C反潜机 根本讲反潜机 不过就反潜而已 他能干 我跟你讲 他能干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事实上他才可以在第一时间 达到什么 达到制海的能力 你会觉得说他只是在搜寻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我们曾经有过军方 其实要把那个照片都拍出来 把影片放给大家看 就说我们的反潜机 其实有一定的武装能力 就是我们是找得到他们的 对 不只找得到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打他 用最简单的方式是这样说 好 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知道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张照片里面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 我们的这个反潜机 下面其实有武器的挂点 也就是我在这上面 可以装载了什么你知道 我可以装载这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小牛飞弹 跟所谓的鱼叉飞弹 甚至MK46鱼雷 这些东西都装在这 可是你会说没有 他哪那么多地方装 我跟他讲 因为他还有五个武器舱 所以你刚看到那个画面 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他一个一个投资镜 譬如说你从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是均文身 因为一般人没办法拍你知道吗 这个是在丢什么 丢深水炸弹 不是吃酒 不是你喝酒 深水炸弹你知道 概念很像 他现在这样下去 他如果潜艇在下面 你会看到一个 就像汽油炸弹的东西这样下去 你知道吗 然后一直到什么 他会设定响树 也就是说我如果水深是多少 我就设定它多少 所以他现在听说吉祥 距离到的时候 他不是直接炸那个潜艇 不是这样 他用什么 因为水的密度 跟他的压力不一样 所以如果潜艇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你知道 他是在这里爆炸 用那个冲击坡 所以你看电影 不是 不是去炸那个船 不是不是 不是说我带在电架 他是在那个船的门口引爆 在旁边 所以我透过那个正坡的方式 所以你看那个电影 都看到一个突然一个水中 噢 咻 他是用那个方式 这个是深水炸弹 另外还有什么 其实在军方里面 也有释放出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MK46的空投鱼 他装在哪里 他装在武器舱里面 他装上去之后 你平常看不到 所以他跟刚刚那个照片不一样 他不是挂宅在外面 所以他的基附门 拐起来是你就看到没有 那这个他其实可以针对你画面上面所看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 说这个水面上的船舰 或者针对水面下的目标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投放其实也一样 他把那个舱门打开之后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舱门打开之后 他就投放下去 那投放下去 有一些你会看到 後面再挂一个山 他其实那个是要 带一个伞 那个其实要让他稳定 到那个水里面去 所以你看到他们 军方所放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就是MK46的反潜鱼蕾 那个其实还满大一个的 然后他装上去之后 你看他的投资钱是这样 然后投资 他鱼雷离仓完之后 就打出去了 所以大家会想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知道潜艇 我做靠那个P3C 我每天这样在那里 我也找不到 其实大家不要这样想 为什么你知道 现在在所有的海军作战 绝对没有单一的海军 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搞 那太笨了 那海那么大 你拍几艘船都不够 当然两岸很紧张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我们要自立自强 这绝对没问题 问题是一般的民众 一定会关心一件事 到底老美如果真的爆发战争 会不会来帮我们 所以就有民调公司 做了这样的民调 我们来看 这一次是由 台湾民意基金会委托山水民意研究公司 执行的民调 他问的问题就是 你认为当中共武力犯财的时候 美军会不会协防台湾 我们来看这是民众的回答 民众有60%的人认为会 有33%的人认为不会 有7%的人不表态 我来问一下年黄雄 会还不会 事实上 从最近美国的动作看起来 但是60%台湾人觉得会来 不代表真的会来 对 因为最后决定美军要不要来 不是100%台湾人决定也没用 是美国总统决定他来 他就来了 那好 如果是川普继续当总统的话 就在川普总统任内 我觉得来的可能性极高 极高 因为其实川普 你从美国最近的准备动作 其实他真的巴不得 跟中国来一场小小的战争 巴不得吗 对啊 你看吧 最近他所有的演习 我们之前谈过 他在这个其他地方做的 所谓的夺岛演习 夺岛演习 夺岛演习 夺岛演习是什么 夺岛演习就是说 我这个岛被占领了之后 我派我的美军去把它抢回来 那接下来10月26号 他们要进行的一个演习呢 叫做利剑军演 利剑 那利剑军演习是什么 那个不是夺岛演习 那个是登岛演习 夺岛演习等于是防守 我的岛被夺走了我要抢回来 我要抢回来 登岛演习是什么 我是进攻 就是这个岛本来是你的 但是我要把它抢下来 这个叫登岛演习 而且他演习时间非常有趣 他演习的时间就在 10月26到11月5号 那是什么概念呢 那是大选期间吗 对 11月3号是美国总统投票 他说可能在那个全力真空期的那个五到七天 有可能解放军会攻台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最危险的时候 那现在在最危险的时候 有四万的部队就在台湾附近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冲绳 美军大概动员九千名 然后日本的陆海空的自卫队 对 主要是海制跟空制 大概动员大概三万六千名 这是美日 另外加拿大还派一艘战舰 要参加这个军演 等于是美 加 日 三国就在冲绳 那冲绳 台湾很多人去过 冲绳到台湾有多快呢 以现代的战斗机 大概半个小时 他就可以到台湾 所以那他 其实我觉得他美军的动作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在这个时候 我在那边演习 那我再给他看 刚刚最新的 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可恶 很故意 美国刚刚公布最新 他们的无人机的 无人机部队的背章 大家仔细看 他一架死神无人机 飞在那个红色的 这个是中国的地图 然后上面 还有个拿着镰刀的死神 我觉得美国人很故意 他就把他无人机部队 就是我就是锁定你中国 就是我的无人机 我的死神无人机 就是要禁止中国 对 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中国解放军当然有鹰派 内部有鹰派 但是他们还是要做最后的评估 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说他去打台湾 那我觉得解放军真的是 没事找事做吗 像军演是用F-35去围攻中国 这样讲F-35的部署 美国是 我们看这张图 现在日本的自卫队 不管是空中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 都已经开始换转F-35了 那韩国是早就已经 再开始换转F-35A了 那奥地利澳洲也是 是 现在比较有兴趣的一件事情 是新加坡 新加坡也开始要建立他们F-35的 那个机队 机队 好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 先把这个轮廓拉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半弧形 像不像一个第二岛链的防卫网 用F-35来半包围 对 一个半包围 我们台湾在第一岛链 在这个第二岛链的防卫网 那为什么F-35会在 类似第二岛链的防卫网来做出现 隐形战机有它的定义 我们先不管是不是F-35 F-22 它的载台的人力有做什么事 先把它放开 它第一个定义 就是它的所谓的逆中能力 逆中其实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它材质跟造型的逆中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电子战的逆中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先讲 因为逆中这个能力代表什么意思 叫做一针破一网 我有一辆一架F-35 如果我要做攻击的时候 我这个有逆中能力 又有电子战能力 我可以瘫痪你的雷达系统 我去把你雷达 该瘫痪的都瘫痪掉之后 我后面一大堆战机进来 不是一针破一网 就串门了 这是隐形战机 它第一个很重要的功用 它第二个很重要的功用在哪里 在战场管理 这个是很标准的定义 什么叫战场管理 两件事一定要做得好 第一个 它本身这个战机上面的通讯能力要够强 什么叫通讯能力 就我一个F-35战机 它跟周围其他战机的 在美国叫Link 16 它连接性强不强 这已经有了 更重要的是另外一块 它上面的资料处理能力强不强 它资料能力如果能力强 它就可以统筹所有的资讯 做战场分配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 踹一门 一针破一网 所以不要小看 它们摆在第二岛电这个位置 这个半包围 对 但是它要推到第一线的时候 是一进去就马上破一网了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部署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 F-35战机 它在运作的概念 就是隐形战机的运作的概念 第三个叫做战场透明度 我们都听说他们有那个头盔 看到哪里打到哪里 就听过这个东西 其实不止这个东西 不只是看到哪里打到哪里 它甚至一般来讲 飞行员往地面看 是看不太清楚的 为什么 因为本身飞机会挡住 飞机有机身会挡住 之外有的时候 是因为空城的原因 F-35它们的skin 就是飞机的机皮上面 就是蒙蓬皮上面 有装了很多的数位影像 当飞行员想看哪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那个地方看清楚 这个对Sam 就是地对空飞 所以就上方的机身下面 是透明的 对他 当然不是 当然对他来讲 当然不是真的透明 但我第一次就像透明的 他要看哪里就可以看到哪里 这个对他 刚刚讲说一针破一网 他进入到敌方的时候 当对方的Sam 就是地对空防空飞弹 他才就有警觉 他是可以很快的警觉 加上他的战场管理能力 他是可以做统筹的 把其他战机 就假如一对F-16跟着他好了 就可以做个很大的 强的打击地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半弧形的回物网 他基本上 他是围的哪个国家 不是台湾吧 中国 好像是把台湾包起来了 他是对的 中国大陆 对的中国的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现在要不要发动战争 也要考虑到 美国在制空权这件事上 所做的努力